唐主任 手术数据吗 我老婆她 挺顺利的 已经转到ICU了 放心吧啊 好好 谢谢唐主任 辛苦你了 没事 做这么长时间手术 你累坏了吧 习惯了 你比前几年 瘦了好多 但是 看上去还好 其实我跟你徐叔叔 一直都挺惦记你的 我记得我们上次见面 应该是 五六年前吧 那时候 我跟你徐叔叔出国 名义上是去旅行 你妹妹手术的事 她不是我妹妹 跟你说说江月手术的事 叶主任替我去问了 江华医院 有能做宫内手术的大夫 可 可那个大夫 出国交流去了 说要一两个月才回来 而且叶主任说 不能再等了 趁早做 这样呢 心脏也有足够的时间呀 可以恢复生长 我们商量来商量去 觉得要不然 你给她做这个手术吧 毕竟是一家人 当然 真是 欧阳 垂圈 走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再也不要回这里了 为什么不隐产呢 和她有同样症状的孕妇都会这样宣布 江月也说了 她说她从小就先天不足 你记得她小时候还经常生病 她说我对她不离不弃的 所以她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孩子 学江月得的是哮喘和过敏 这个孩子只有一半的心脏 你们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可是你想想 那么一个小生命 在她肚子里已经长了七个月了 你要知道母爱是女人的天性 所以她觉得但凡有一点办法 她都想尝试一下 所以可不可以帮她这个忙 宫内手术是一种实验性质量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 如果你们真的执意非让我做的话 我也必须说清楚 这种手术是非常危险的 即便是手术很成功 也不能保证 孩子出生时 能达到双心室矫正的程度 还有 如果术中出现危险 我们做的一定是先保大人 我们会给她进行抛妇产 把胎儿取出来 可是二十八周的早产儿 正常的 从活的几率都很低 更何况她是一个 有心脏畸形的孩子 所以 她没有生存的希望 如果这些 你们都做好心理准备的话 我可以试试 我相信姜月能承受她 我了解她 其实 我跟徐叔叔也经常劝她 可是 太心打听主意了 执意要这么做 既然你都那么了解她 就把她转到心脉吧 你要走啊 我还有其他的工作 你注意休息 别太累了啊 你答应我了 你怎么在我屋里吃面啊 我来找你 小张说你去吃饭了 她看我拿着饭 就让我进来了 还说我是你院里唯一的好朋友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她瞎说 我院朋友多着呢 是吗 说出一个 除了我之外的名字 让我听听 吃你的面吧 哎 怎么了 唉声叹气的 一副被打过的样子呢 嗯 我们重病组提交的宫内 手术的申请院里能批吗 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首次展开新手术 都要等医院的审批 你就为这个事儿郁闷啊 这个病人 对你很重要吗 这个病人 是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妹妹 你还有个妹妹 大概情况就是 我爸去世之后 我妈就改家了 对方带来一个孩子 从那之后 我妈就把他所有的母爱 给了那个孩子 一点都没跟我留 不能吧 那毕竟是你的亲妈呀 这句话我也问过我自己很多遍 毕竟是我的亲妈 不会吧 但是每次我妈都用事实 来告诉我的确是这样的 母爱不是天生的吗 天下所有的父母 不是都应该爱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我妈是个例外 这个 我也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了 从小长在蜜罐里 是你爸妈的长中宝 等手术批过了 赶紧告诉我 我先走了 希望是个误会 希望是个误会 对你妈妈 我也希望是 好 好 嗯 谢谢大家